摩恩典的话语是格林多前书 十三章四到五节话语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 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 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 不求自己的益处 不轻易发怒 不计算人的恶 尽管昌识班的赞美演奏之后 有准无师的影响证到爱篇的第十五讲 亲爱的各位圣徒们 今天是爱篇第十五讲解时间 爱是不计算人的恶 在此爱是指什么呢 按照神的话语来说 一切违背神旨意的都是恶 那么给大家再具体讲解一下 何为不计算人的恶 大体分为三个部分见证给大家 在见证过程中若发现与自己相辅的部分 希望大家都能完全离弃 假如各位对某一个人说 这位知识你真恶 这位长老怎么会这么恶呢 这位牧师为什么如此恶 听到这样的话或许也有人会感到很惊讶 任何遵行神的话语的人可能都会感到惊讶 到底因为什么说我恶呢 希望大家通过话语查看一下自己心中是否还有恶 首先要查考的是派人倒霉的意念 我们万民的圣徒当中应该很少有这样的人吧 我们上学的学生们虽然很想成为第一名 但在自己前面总有第一第二名 所以自己总是排名第三 那么或许为了自己得第一名 就新隐约判排名第一第二的学生成绩下降的一年 这样的心态在事业上也一样常见 若对自己的邻居心存憎恶 就会判那个邻居家的生意变得不景气 例如跟某一个人吵了一架 之后觉得对方太可恶 究其意念真希望他走路被绊倒 这是多么恶的意念呢 大家是否有过这样的意念呢 或许平时关系不太好的邻居家 有一天发生了不愉快的事情 那么是不是会说活该真痛快 我就知道他会有那个下场 若心里有真诚的爱 绝不会有这种恶念 如果自己的子女或心爱的人遭遇了这种事 会起这样的意念吗 绝不会的 怎能会有希望自己心爱的妻子或丈夫生病 希望他们出事故的人呢 都希望自己的妻子或丈夫总是健康 得们保守 希望自己的父母子女兄弟 得们保守 健健康康 凡事横通 是人之常情的 同样若是爱同学 同事 临舍也会如此 然而心中没有爱 就会希望对方遭殃遇麻烦 尽灾乐祸 总想打听对方的缺陷或弱点 当作秘密传给别人 总想去 这种好奇心特别强烈 总是想试图窃听别人谈话 看到别人谈话就刺儿去听 看到别人关着门说些什么 就会站在门外窃听 听别人说话做什么呢 听那些不好的话或别人的弱点 秘密要做什么呢 就是为了传话 不仅自己想知道 还想传给别人 因为他们心中存有想知道 别人缺陷或弱点的坏心眼 又有传给别人的坏心眼 假如在大家参加的某个聚会中 有人说别人的坏话 这时若竖起耳朵 想知道其内容 就该省察一下自己的心 若看到别人在说坏话或窃窃私语 应该远离才对 追求真理的人 良善的人干脆听都不想听 也不想知道 若是别人诽谤大家的父母 那么大家会愿意继续听下去吗 不仅不愿意听 而且还会严厉告诫他 不许再说这些话 别人毁谤自己的子女 妻子或丈夫也会一样的 谁会听而不闻呢 大部分会责备对方 令其立刻注口 当然也有为灵魂的缘故 必须要知道事实 所以会听取相关情况 但若不是这种情况 也对那些坏话产生兴趣 就是因为在他有诋毁人 对人说长到短的心 若没有那种心 就不会听别人的坏话 也不会说话诋毁他人 而且因没有喜欢 传别人坏话的心 所以根本不想知道 别人的缺陷 不过在真言十七章九节说 遮掩人过得寻求仁爱 屡次挑错的离间密友 心地良善有爱心的人 会遮掩人的过犯 遮掩人的过犯 不会传给他人 但是有些人却想要去听 想要去看 若有这样的心 这是多么恶的意念呢 应该怎样做呢 要连根拔起 要连根拔掉为止 要进食祷告 这样我才能成就良善的心 而且心里又属灵的爱 即使别人横通顺利 也不会猜忌嫉妒 韩国有句古话叫 唐兄买地肚子疼 大家当中有没有因为 唐兄或邻居买地 或者生意兴隆 睡也兴旺而肚子疼的人呢 并不是说真的肚子疼 那么应该怎么做呢 应当流泪痛悔在神面前 除去这些恶念 假设有邻居和你开的是 同一行业的店 邻居和你开的都是美容院 当邻居的店 比自己的店客人更多 生意也更红火的时候 就嫉妒 就肚子疼吗 就因为心里有这种恶 所以生意很不景气 神凭什么会赐下祝福给你呢 生意根本就不会好起来 那么应该怎么做呢 没理由肚子疼 应该祝贺对方同喜同乐 并且从中能领悟出什么呢 要领 要悟出邻居家 为何生意兴隆的理由 如果是自己技术不好 就该努力学习 发现邻居家环境非常干净 就要清洁自己的店铺 有缺乏的就要补上 营造良好的营业环境就可以 不必猜忌忌对方 应该向对方学习 弥补自己的缺陷 发现邻居家服务态度很好 相反 我自己和服务员的态度 有哪些不好 或者需要改善哪些服务 那么应该带着良好的心态 不断完善自己不就可以吗 若是这样 神就会帮助大家 生意怎能不红火呢 堂兄买了地 这是多么大的喜事呢 若真正爱堂兄 就该一同喜乐 因为心里没有爱 所以会猜忌对方感到肚子疼 见不得别人比自己好 然而若有属灵的爱 就会希望对方出人头地 讨人喜爱 我们主耶稣的旨意是 连仇敌也要爱 在罗马书十二章十四节 记载着 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 大家通过享生活听 讲了很多真理 那么大家是否祝福过 逼迫大家的人呢 应当拥有这种爱 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 只要祝福不可咒诅 就是要祝福对方 为了逼迫你们的人祝福 更何况因自己的家人 父母或丈夫逼迫自己 就无法为他们祝福 就不想爱他们 这说明自己的心有多恶啊 一面还在流泪祷告 神啊 求你帮助我 不要让丈夫逼迫我 这祷告能得蒙应允吗 自己反倒违背真理而行 所线上的祷告 怎能得蒙应允呢 神说过 若是怀着罪恶祷告 就会颜面不听 更不会急于应允 因此怀着罪恶祷告的人 怎能从神得蒙应允呢 所以当他们到我面前 接受祷告的时候 我就说尽快成就圣洁禁灵吧 那么所有的问题 都会得到解决 这样说就应该喜乐地回答阿门 然而他们一般都不会说阿门 所以让人着急 我既然告诉了解决问题的方法 应当以阿门接受 迅速禁灵 就不会再受逼迫 然而他们就是不说阿门 希望我们所有圣徒们 都能成为面对 即便向自己行恶的人 也能真心希望对方凡事横通 并真心祝福他人的人 奉主圣明祝愿大家 第二要查看的就是论断定罪他人的意念 比如看到某圣徒去了不该去的场所 这时会浮现出什么意念呢 也许会浮现不好的意念 想那位圣徒怎能这样呢 或者开始诧异 他为什么去那种场所呢 随后再改变成良善的意念 想他可能有事情吧 不过若全然成就了属灵的爱 根本不会浮现恶的意念 即使听到任何坏话 也不会一五一十地堆积在心里 首先会尽量往善理想 并且直到确认事实为止 不会对他人轻率的论断定罪 直到本人亲自确认为止 绝不会论断定罪他人 并且若听到了不该听的 反而立刻会悔改 那部分父母当别人说自己 子女的坏话的时候 会做出什么反应呢 会难以接受现实说 我家孩子不会做出那种事情 同样若真正爱对方 就会接力往好处想 然而如今非常轻易地 把对方往坏里想 并说对方的坏话 毁谤重伤他人 还以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这不仅仅是在私人关系上 甚至在公众关系上 这种情况也比比皆是 信神的人当中 也有轻易论断定罪 毁谤他人的人 根本就不了解对方的状况和处境 以及事情的前因后果 就随意论断定罪 更何况不遵照神的话语 而是按照自己的标准来论断定罪他人 可是本为善的神的旨意是什么呢 雅各书四章十二节说 设立律法和判断人的只有一位 就是那能救人也能灭人的 你是谁竟敢论断别人呢 就是说论断别人就是恶 就算对方犯下了贤而易见的死罪 这时在追求仁爱的人面前 分清对方的是是非非并不重要 而是考虑如何做才能有利于对方 恳切希望对方的灵魂得以兴盛 得蒙神的喜爱 箴言十章十二节记载着 恨能调起争端 爱能遮掩一切过错 当然更加完全的爱不仅是遮盖对方的过犯 而且帮助对方能够悔改在神面前 告诉他真理使对方走正道 并给对方带来感动 使其得到变化 但是大家的心里若全然成就属灵的爱 就不必付出努力 才能用良善的眼光看待人 无论有再多过犯和缺陷的灵魂 因为爱他所以凡事相信 愿意称赞他 这样若没有论断定罪的意念 无论遇见谁都会很幸福 因为不会论断定罪他人 所以即使碰上有过失或者不太喜欢的人 只要有人爱 就没必要再厌恶他 不会看对方的缺陷 因为心里常有这样良善的心 所以也不会起 哦 他怎么用那种眼光看着我 因为他不喜欢我 一定会和别人说我坏话 等一年 能以包容 能以爱包容这一切 希望大家都能迅速成就属灵的爱 每天都享受天国的幸福 奉主圣明祝愿大家 第三要查看的是 违背神旨意的所有意念 按照神的话语 违背神旨意的所有一切都是恶 不单是对他人怀有恶念 而且那些心存违背神旨意的所有意念 都是属于恶念 在世上有道德 凭良心行事的人称为善良 不过若用神的话语光照 世上提倡的道德或良心 也有很多不良善的部分 而且与神的旨意完全相反的部分 也大有所在 唯有神的话语才是恶良善的绝对标准 本为善又本为爱的神 所立定的这些真理律法 才是作为恶良善的绝对标准 希伯来书十二章一节前半节说 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 如同云彩围着我们 照此话与人类历史中的无数人可以为此作证 无数人见证遵行神的话语时所得到的祝福 与良善的果子 这样违背良善的绝对基准 神话语的一切尽都是恶 因为一切违背神旨意的都是恶 罪就是不法的事 即违背神旨意的事 在约翰一书三章四节说 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 违背律法就是罪 神是完全的 罪在神没有任何污点或瑕疵 罪是完全的神 即便没犯罪 但是与完全的神相比 人心所怀的尽都是恶 所以在贴撒罗尼迦前书上 记载着各样的恶事要警戒不作 所以在贴撒罗尼迦前书 5章22节说各样的恶事要警戒不作 无论是大还是小的 任何形态的恶事都要警戒不作 这样各样的恶事警戒不作 才能进入灵与全灵 并成为全人圣洁的人 各位圣徒们 神就是爱 若是简单地压缩神的诫命 那就是一个字 爱 约翰一书3章23节说 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 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 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 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就是说相信耶稣是我们的救世主 这并不是属灵的信心 而是知识上的信心而已 因为从心里相信遵守戒命 才是真正的信心 借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 彼此相爱 要爱仇敌 若拥有这种爱 就可以遵守所有的诫命 若能成就爱仇敌的心 就可以遵守圣经66卷的所有诫命 有什么理由不能遵守呢 因此爱里包括所有诫命 罗马书13章10节说 爱是不加害于人的 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 就是爱是不加害于灵舍的 这并不是说不加害禁灵 反倒加害远灵的意思 而是对所有的人都不行恶 因为爱 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 若有这种爱 就可以全然遵行66卷记命中的话语 总的来说 不爱对方就是恶 也是罪 即不法的事 因此为要查看自己是否不计算人的恶 请查一下自己有多少爱就可以 愿是爱神 爱灵魂 愿是爱神 爱灵魂 愿能做到不计算人的恶 亲爱的各位圣徒们 那么如何才能将各样的恶事警戒不做呢 为了离弃恶 恶意念的连想都不要去想 并且恶的连看都不要看 听都不要听 所以有的出信者对我说 唐会长 我越不想越是浮现那种意念 我该怎么办呢 那么恶的连看都不要看 这个种可以能做到吧 既然说越是不想越是浮现 那么不让看一些邪恶的不看就可以了 这个总能做到对吧 并且恶的消息听都不要听 也不要说 开我的口说话是我自己的自由 完全可以闭口不言 虽然意念上越是不想越是浮现 但是做到不看不听不说 这些完全可以自我调节吧 即使看听或浮现了 也要努力不去反复思想 回忆或记在脑海里 不但不能主动地听或想那些 连瞬间浮现的意念也要彻底离弃静静 并且绝不能参与恶事 约翰二书十节到十一节说 若有人到你们那里 不是传着教训 就是基督的教训 不要接他到家里 也不要问他的安 因为问他安的就是在 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 经文嘱咐我们要彻底警戒恶 绝不能容忍任何步伐的事 因为熟肉的人很容易被恶沾染 人自出生就从父母血缘 继承罪性 并且出生后在成长过程中 也会接触很多非真理 这样以罪性和非真理为基础 打造自己 接待主耶稣后 脱去这些罪性和非真理的过程 就是信仰生活 虽然出席教会祷告赞美 限十分之一 也包括在信仰生活当中 不过最为重要的是 为要离弃我里面的罪性和非真理 通过听讲神的话语的蒙恩典 领悟何为神的旨意 从此逐渐离弃各种罪恶 该行的也会去遵行 这就是信仰生活 为要脱去这罪性和非真理 需要很大的耐心与努力 因为生活在世上 比起追求真理或灵 人们更容易接触非真理和肉 故此 零售病输入非真理非常容易 但是离弃这些相对来说 却非常 却比较难一些 例如雪白的衣服上 若滴下黑色钢笔水 很容易被染成黑色 并且顺进衣服里的钢笔水 却很难用水洗净 并且微不足道的恶 很容易发展成极大的恶 加拉太书五章九节记载着 一点面小 能使全团都发起来 因此再小的恶 也要多加警戒 为了不再心中起恶念 必要彻底离弃 就要恨无罪恶 必须要恨无罪恶 必须要恨无罪恶 诗篇九十七天十节上半节说 你们爱幽华的都当恨无罪恶 真言八章十三节上半节说 尽为幽华在乎恨无罪恨无邪恶 例如爱对方 就爱屋己屋 尊重对方的喜好 接纳对方的赠贤 夫妻之间若真正相爱 从结婚之前开始直到婚后 妻子觉得生活中离不开丈夫 丈夫也会觉得 离开妻子生活也没有什么意义 那么夫妻之间的意见 会非常合得来 丈夫可谓有点重 妻子则喜欢吃清淡一些的 就是妻子会一意孤行吗 吃嫌了对身体不好 所以以后你也吃淡一些 妻子会这么说吗 不会的 为什么 因为非常爱丈夫 所以会尽量做得迎合丈夫的口味 也正是因为爱丈夫的缘故 虽然自己喜欢吃清淡的 也会做得闲一点 既然妻子如此体贴丈夫 那么丈夫要怎样做呢 因为丈夫口重 所以吃起来很合胃口 不过既然知道妻子喜欢吃清淡的 自己也会谦让的 应该对妻子说 你既然喜欢吃清淡的 我因为爱你 所以今后我也吃得清淡一些吧 这样彼此让一步 不就能统一意念吗 结果意见一旦统一 彼此就会合而为 所以爱对方就能够做到彼此谦让 因此没必要发生矛盾争吵 或者说两个人性格不合等 夫妻在结婚之前就性格不合 若是一样的性情就怪了 假如夫妻俩结婚之后 性格一模一样 反而会出问题 若是丈夫和妻子的性格都很内向 那么下班之后 两人都不说话 只知道各自做自己的事情 只知道看自己的报纸 假如一个家庭中 丈夫的性格非常粗暴 刚好妻子也一样很粗暴 那么这个家庭就会吵声不断 性格胎相像也不好 应该彼此不同的性格 互补的以合而为一 才是最好的 若是两个人性格都很好 都很温柔 当然是再好不过了 不过两人性格不合的时候 应该都要彼此绕一步 才能成就幸福美满的家庭 若是因为自己是家庭的顶梁柱 因为是丈夫的员工 就强压妻子顺从自己 妻子难免会不高兴 这样妻子也可以同样反驳 你既然爱我就一定要随我愿 所以若是爱某人 就会尊重对方的喜好 接纳对方的赠贤 神的话语也是一样的 因为爱神 所以会遵守诫命 灵受圣灵的神儿女 若是犯罪 内住在心里的圣灵 就会叹息 所以会感到困苦 这样就会领悟 原来神不喜悦这些事情 便会接力不再犯罪 越是深爱神 越会努力磨成神的形象 更加亲近神 不仅各样的恶事 警戒不做 而且努力再也不沾染 任何罪恶 恶是百害无益的 真言二十二章八节上半节说 撒罪孽的必收灾祸 撒罪孽的必收灾祸 说明撒罪孽的人最终会收灾祸 为遭遇试探患难灾殃 以及事业和工作不顺利 陷入困境等等 这样灾众罪孽的人 必会收到灾祸 自己或子女生病 出事故 或者因贫穷和家庭不和 忧愁度日 这些问题 最终都是因为 种下的罪孽而遭的报应 加拉太书六章七节后半节 记载着 人种的是什么 收的也是什么 当然有些灾祸 并不是立刻显现在眼前 这种情况 积累的罪恶到一定程度 将来会临到其子孙身上 世人因不知道这些法则 所以在日常生活上 犯很多的罪 例如找对自己造成损失的人 报仇 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 真言二十章二十二节说 你不要说 我要以恶报恶 要等候耶和华 他必拯救你 就是说 不要以恶报恶 也不要自己主张报仇 不过大家会如何呢 现在听这话语的人当中 有没有问心无愧的人呢 当然近灵或接近灵的人 会问心无愧 不过大部分人都会感到内疚 大部分人当别人恶待了自己 就会想以恶报恶 不过神却对我们说 你不要说 我要以恶报恶 神不让我们有这种意念 并说要等候耶和华 交托给神 他必拯救你 就是说 神必替你解决 神按照公义 掌管着人类的生死祸福 和人类历史 故此遵行神的话 以行善的人 必会结出良善的果子 培吉吉尔十章六节说 爱我守我诫命的 我必向他们发辞爱 直到千代 就是爱我守我诫命的 就愿大家在每一天生活中 都能常常积累良善 因此身体健康 得蒙物质祝福 以喜乐的心度过 充满天国盼望与平安的生活 这样为要离弃罪恶 并从罪恶中保守自己 必须要恨无罪恶 大家一定要明 记住 必须要恨无罪恶 这样才可以离弃 然后还要时常 为灵魂提供话语和祷告 若没有话语和祷告 灵魂就无法兴盛 得到重生 所以在灵里 必须要有话语和祷告 昼夜默想话语 才可以退去恶念 浮想良善 属灵的意念 并从中能领悟到 怎样才设行真诚之爱的方法 还有祷告时 反复私下话语 才能发现意念和言谈 与言谈 训 brack on the data 希望大家都能通过话语和 spells 在所有二年 在所有一年和言談举止上 充满愛心 奉主盛名祝愿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